愛恩石 請聽我的轉角尖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巨星再撞恩石 齊齊教你貼地全方音技巧 還會開放IG和Facebook 拆解全方音相關移民 還等全導人上門? 全恩為你 巨星有一次跟你出完隊後 去快餐店吃飯 記得留人在台 沒有位關係 你就和一位伯伯一起坐 很惯性地和伯伯傳複音 我便留意到後面 一位女士好像很有興趣 跟著你都亦吃著那個零 試玩給伯 horn 能否忍受 appropriate 當什麼都好 可以中 дог音時間 初時她便很願意聽 因為我努力跟她 tradicional者建立關係 互動 坦白說經常有一些商店 但說到罪 那句話題就好像按了我的按鈕 她就馬上插手零頭 說了兩次 我沒有罪的 我沒有罪的 那結果是怎樣呢? 其實大家都不難顧 說不下去 這次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或者是未成功傳出的案例 但我想問 其實那個女士有什麼心態呢? 對著這個這麼有罪惡的世界 其實充滿著很多罪 但那個人認為自己沒有罪 那為什麼她會有這樣的呢? 還是她的世界太小 她只是遵守一些基本的法律 就覺得自己沒事了? 這個問題就是她覺得沒有罪 要問一下她定義什麼叫罪 大家覺得不同 很多是比較而來的 就是我比她好一點 行為上多一點 我記得有一次 一個年輕人和我爸爸 在街上跟他分享福音 那個爸爸青筋都扯出來 為什麼呢? 那個年輕人跟他說 爸爸人有罪的 他爸爸說我哪有罪 有的 那個年輕人說人越大越多罪 他對 是嗎? 那個伯伯生氣得 然後我說是伯伯 我說不好意思 我就明白的 其實有些人說 我有沒有殺人放火 我有沒有偷偷拐騙 你為什麼說我有罪呢? 所以是那個定義的問題 就是她覺得什麼是罪 社會上一般都是行為上 你做了一些罪行 你思想上 政府她不會定你罪的 你自己在腦裡想你沒有做罪 她不算的 但是聖經裡面說其實算的 有些人是品格各樣都是好的 你不要說信不信耶穌 他比很多人都是好的 那他確實是好人來的 他的定義就是他覺得我人品也好 我又沒有做什麼作家犯方的事 你為什麼說我有罪呢? 所以他不明白我們在說的 是用聖經的角度 用一個更高的標準 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人有時都是忘記自己做錯的事 多數都是記得別人做錯的事 你聽人吵架就知道了 他就會數對方 你呀!那次呀!你這樣說我呀!你真的呀! 他會說是嗎?不是呀! 即是說可能你無心之失 或者你可能做了一些事 可能都不記得的 但是就記得別人做錯的事 所以可能這幾樣東西 他從比較 就是比別人好 他的定義 他真的人品好 或者忘記等等 這些都會影響他的 但是問回那條問題 先你舉個例子 就是有個年輕人 對著一個八七十幾歲 說他有罪 年紀越大 罪亦都是越多 其實他是沒有說錯 而全方面來說 也都一定要說出罪的訊息 假設我是那位年輕人 其實我要說這些訊息 我怎麼跟他說 要了解個人的想法 可以從一個角度說的 即是說 每個人都有錯的 都不會做一百分的 那他比較了解 你在說什麼 因為你說罪 他就說我沒有犯罪 我有良民證 我沒有坐過監 很明顯他是用一般社會的準則 如果你說清楚罪的定義 什麼叫罪 在聖經上怎麼看 你是怎麼看的 這樣的角度 是溝通的問題 就算我和我爸爸這樣聊 他都說 誰有一百分的 其實人人都知道的 當然會說錯話 我只是說謊就知道了 小朋友都沒有教他 他就懂得說謊的了 是人都知道說謊不正的了 你都想到法庭是有罪的了 那你說誰沒有說謊的呢 從這個角度去看 有沒有做功課 你說做了 其實沒有做的 法庭不會拘捕你的 你不算有罪的 但是在道德上 在神的標準 在一個人的誠信上 其實他是有問題的 那我聽到你說的那些都是 其實繞個圈的 你沒有直接指那個伯伯是有罪 這個方法會好些 就是舉個例子 迂迴一點點 其實人都是有罪 其實我不需要立刻 我伯伯告訴我 我犯了那些什麼罪的嘛 總之基本上 人是知罪 就是知道自己總會有 但是活了那麼久 都會有些罪 迂迴一點點 對他來說就沒有冒犯性 是啊 是一個表達的方式 是一個技巧 人家不明白你說什麼嘛 你一下就說 你有罪 那我有什麼罪呢 他立刻的反應就是這樣 你是解釋 你跟他談 哦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那他說 是啊 這樣就明白 那幾個伯伯是OK的 他都很聽的 其實人是有興趣討論罪的話題的嗎 就是如果是他這些反應 覺得耍手令頭 好像一開始說那位太太 我沒有罪的 我沒有罪的 那這些人 我的標準 我覺得他是對於罪的 討論度是很低的 都可以這樣說的 人不喜歡別人說他的罪的 但是就這樣討論罪呢 討論罪都是 一般都不會這樣討論 討論別人的罪 就有些人很喜歡做 哦 通常都是 就是誰壞誰壞 誰說別人就多 討論自己是少的 就是你一說 你不要說了 說他你講話是這樣的 態度是這樣的 別人都立刻反面了很多 所以就真的要迂迴一點點 接納度就會大一點 是啊 如果你說到這個深層一點 就是其實人與人之間 你揭示他的黑暗面 如果在街上 或者是一個陌生人 我都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你一說就說到這麼深入的東西 他是很自然 立刻就防衛的了 甚至攻擊你的 要不就走 那個其實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我們就算很熟悉的 頂姊妹朋友 家人 要說一些真實的話 說一些他在黑暗面 都不容易說的 你都要鋪很多路 即是說足夠的安全 足夠的是什麼 你是不是 我又不是判官 有什麼資格 你是什麼人 關你什麼事 他立刻就會不再講這個話題 跳第二個話題 甚至他立刻走 所以說罪這一點 真的要很有技巧 和比較足夠安全感 和空間人 是啊 你要很有誠意 即是你說人家有罪 那人家都會挑你的 你又怎樣 你成人來的嗎 是啊 你現在說我 即是你好像一個判官 這樣的姿態 已經錯了 那個年輕人犯了什麼問題 爸爸越大年紀越有罪的 他只是要他告訴你 你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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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按著七十幾歲的爸爸 他是覺得你不尊重他的 絕對是 和一個人去分享愛 分享救恩 你一過去 他感覺到 托他十拳 就是你不尊重我 說什麼討論 討論不討論什麼罪呢 我都感覺不到你的尊重 我感覺不到你的什麼 那就是有勇無謀 假設他有一個討論空間 就是剛才那些態度和安全的名字 也都開始要說回聖經對於罪的定義 社會上對罪的定義是怎樣的分別 通常會怎樣說呢 除了說思想上 你想過都是有罪 怎樣呢 還有什麼具體的差異 具體差異 其實你問這個社會上 一般都是 剛才說過罪恨 就是這樣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定義 刑罰都不同的 有些是罪 有些是不算的 即是吃大麻都是 我不是鼓勵大家去吃大麻 但事實上在不同地區 標準是不同的 你帶著去吃它不會理你 即是個個國家不同 那這個大家就明白的了 那我可以說是 社會好像一個放大鏡 但是聖經就好像一個顯微鏡 即是它再深入一點 用眼睛就這樣看不到的 那它講到 它還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應該做的沒有做 例如呢 例如聖經講 我們應該要孝敬父母的 是吧 那一般人說 我家與你無關的 我在社會上你不會定我罪的 你無法罪 都說我不孝罪 你不可以定我罪 但在聖經裡 其實這些應該做的 即是我們對人 應該不可以見死不救的 我們要愛仇敵的 即是去到這麼高標準的 那你看到這些位置 是很高的標準的 那思想上 聖經說 你男人對著一個女士 動了淫念 就是奸任了 你奏罵你的兄弟 你雖然沒有殺害她 其實就等於殺她 即是她和一個更深的層面 就是如果你深思意念這個層面 是這裡開始 深思意念影響行為 所以這個位置 聖經說已經是罪的了 但是 如果一般 它是你做了出來才算的 你裏面想你沒有做過 它是不可以告你的 它是不可以抓你的 這樣 你真是厲害 你真是厲害 公平 即是你的標準 即是很正常的 那我這樣說 其實原來你的心 要善去思考 去幫人 愛人 是正常的 哦 反而是正常 舉個例子 有一部殺菌機 類的空氣 然後是殺菌的 那你說 噴出清新的空氣出來 是它的工作來的 有什麼特別呢 我買了你回來 就是要這樣 你沒有了這個功能 就有問題 你有這個功能 是應該的 很慘 即是人 一旦是善一旦是惡的 你一旦是幫人 你一旦是見死不救 你一旦是不理他 那這個就是你應該做的事 即是你用空氣清新機 那個例子 其實我對人好 我淨化一些空氣 即是你的例子 就是等於我應該做善的事 那就沒有什麼加訓 因為你應該做的 但是如果噴出一些臭的空氣 甚至令到那個人暈了 或者有毒 那就是一個惡 就是算了 我便有罪了 我覺得做完突然覺得很累 應該這樣說 因為你說好像 我做了事 我可以好的 壞的 好像這樣比較 即是我多些 我就有分 是的 你是會好些 那個人 但是其實他補不到 他不能說 我做得好你就要獎我 我做得不好你就罰我 其實不是這樣的概念 他是 我們應該就是好的 我本身就是好的 我有壞的罪行 反而就反映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壞了 我出了問題 這部輕生機 他本身應該是24小時去運作 他都是可以發揮這個功能的 但是你會見到 久不久 輕機的 久不久跳一下跳一下 沒有的 停了的 有時候雷不出來 就噴了一些毒氣出來 噴了一些廢氣出來 這樣的問題 每部機都是這樣的 一些多些 一些少些 所以有些機 可能90% 他都是運作得很好 有些只是一半的功能 還有一些更壞 雷網臭的 是的 不單一半 還有一半 是放臭氣的 那些就是我們覺得 這些壞的人 這些應該坐牢 應該要怎樣怎樣 要死刑 怎樣怎樣 其實是這樣的比較 但是他這部機 有沒有發揮全部的功能 沒有 是為了我醉 他寫尊貴 是為了我醉 他犧牲一切 在殺家上 因著尊獻他的愛 最差一生 他情有萬世 幸福會盼望 罪人鵯得心生 信他的必可 承受永生 抚活盼望 罪人变改身伤 明知我性命 他一世无忍 避罪我家所 金得四方 避罪我家所 金得四方 復活盼望 使用主居于心里 愿一生恩权 他一世都仁 是为了我罪 他写穿慧 是为了我罪 他起身一切 再生家伤 让主终欠他的我 罪财已一生 他拯救万世 復活盼望 使用主居于心里 愿一生恩权 他一世都仁 愿一生恩权 愿一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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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到這裏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一些未信者 或者覺得自己沒有罪的人 會立刻問一個問題 你的神設到的標準這麼高 那我相信其他宗教 其實佛教他們有張公寶過的一些概念 我相信他就可以了 當然每個宗教有他的標準 是的 你可以這樣說 對他來說他覺得不關他的事 你的標準高而已 旁邊的標準低很多 你的店鋪要打兩針 那間不理會的 他不做的 他就可以進去 可以的 你可以進去的 但現在問題就是 那好像現在限定 就是有 法律標準 法律標準 是的 你理不理 你喜不喜歡 你要問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在這個社會裏面 如果你在這個社會裏面 他定了 你信不信 你接不接受呢 其實都會有影響的 那現在問題就是 聖經講 神祂是全地的主 祂講得很清楚 所有的都是這個底下的 都是神真正去審判我們 祂真正看著這個世界 祂的標準 到有一天 祂真的要審判我們了 那你說關不關你的事 當然現在你說 你可以說不關你的事 但是到審判那一天 那就是問題 你現在怎樣決定 你要怎樣選擇 那祂現在講到這麼大 上帝講到全世界都是我的 那你怎樣看 你怎樣回應 當然如果祂繼續選擇 其他的宗教信仰 例如佛教 其實要尊重 但是我們在溝通 也要講回這個訊息給祂聽 你剛才這樣問 他的概念是什麼 他對宗教 好像有12345 超級市場 是的 12345 但是我們明白 其實不是12345的 只有1的 如果有12345當然可以選擇 所以祂的背後 對信仰 對神 這些不是很認識 如果祂這樣想 你大概知道祂想什麼 其實祂的思考就是這樣 如果祂知道聖經的真理 上帝就是那個最高的權威 祂就是將來會審判我那一位 那祂就會按照你的標準 如果有得走 人當然會走 是不是 你這間學校這麼高標準 我不讀這間 我讀那間 都是讀完書都是大學 是OK的 這樣是明白的 很自然地想 但是現在告訴你 只有一間學校 他才可以認可 那你就沒得選擇了 其實我覺得 他未必是百分百認同 都在那一刻 聽了這之後 會有個反思的空間 你不要管那一刻 有沒有過效 但是起碼 他多了一個資訊 可以這樣說 是啊 也想問回一條問題 很多時候都遇過 不知為什麼 很多不信的人 都懂得阿當同學 都聽過 我相信你都遇過了 他們都會問 你那個始早犯罪 關我什麼事 我那時候都未出生 現在又入了我獸 很不公平 以前可能是探世界 現在要做一隻職 才有一兩餐去到吃 其實真的不關我的事 我自己都想說 女人來說 生仔要痛 哇 有什麼搞錯 小小袋袋袋 他自己做錯了 決定 這麼多年 女人都不痛 很淒涼 很慘 真的關我什麼事 是很慘 你說話我都很慘 那是 這個一定都是 首先是Gail Pro 我相信了 都會想問的問題 是啊 怎樣回答 先說一個很開心的事 就是 生仔不用痛 不是 不是 痛是痛的了 講到明痛 有什麼開心 但是有恩典 真的有些祈禱不痛 或者痛得少一點 痛完很開心的 看見他的子女 我說好消息就是 聖經講得很清楚 他是按著 各人的行為去審判的 神是按著 每一個獨立去審判他的 但是你會問 譬如阿當下瓦犯罪 那又真的有影響 是的 因為罪是有牽連性的 即是什麼 因為阿當下瓦 他是人類的代表 第一 我們遲早 他犯了罪之後 罪就入了世界 死 就作王 人類就是被污染 就好像一個密室 很好的 那裡沒有病毒 你打開了門 進了病毒進去 整間房間就會衝失了 但你講幾千年都有菌 是的 他的罪的牽連都在 講一個簡單 我們做一些風工作 有些媽媽吸毒 懷胎的時候都吸毒 所以孩子一出生 就有毒癮 因為他有血 很可憐 所以其實罪就是這樣的 在我們生命裡 他已經延續下去 就是那個權勢 所以罪入了世界 在全世界裡 就在這個氛圍裡 在這個權勢底下 我可以這樣說 所以你說有沒有影響 有影響的 剛才我說 好消息 好消息的意思就是 你在這個底下 神都會按照每一個人審判的 即是說 我們同樣在試探裡 但有些人會 意志力會高些 他的道德會高些 他願意付的代價會高些 他就會少些 但是不等於他沒有 因為我就是在痛苦裡 即是說得真實一點 人就是有一種掙扎 我們自小長大就明白 你不是不知道 對和錯 但是你是不知道 不對的 但是你很想去做 那些對應該去做 你不是很想去做 你會逃避 是嗎 是嗎 我有一個衝動 有一個試探 這個就是聖經講的 人裡面已經被污染 我們有一個情欲在這裡 他會牽引我們 撒旦就會用這些試探我們 所以我們的痛苦在這裡 聖經說 罪帶來就是死亡 那你全世界都在死亡裡面 即他不單止現在生活裡面 是很多的罪行 罪惡 觀念 彼此的傷害 可能有很多不道德的東西 有些等等 你出賣 欺騙 那些全部都是罪的衍生出來 即他裡面是自我中心 他不是帶著愛的 他就為了自己 甚至傷害其他人 那你看看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是嗎 你夫妻也是 婚姻也是 你家裡也是 我聽到那些什麼欠家產的 又是 他都不理你什麼 親不親情 他總之 我要錢的 或者很多這些 就是 令到父母很痛心的 我聽到很多 其實你想回最核心 那就是 他不是去愛 他為了自己 自私 為了自己 傷害人 你別人 那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罪 好像在那個世界裡面 我們每一個都在這個罪的底下 我們都是 就是 互相傷害 所以很痛苦 那不只是這個宗節 還有罪的功格是死 死就是我們要和神分離 離開神 還有將來真的審判 就是要在永火地獄 所以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耶穌要來 要解決的 那實際上 耶穌來了之後 幾千年都有這些 是的 你看到信主 他的教徒就有改變 他有改變 你看到很多犧牲自己 有些殉道 他為了真理 那不等於他是聖結的 這個人 但是他信了耶穌之後 聖經說 我們重新聖靈 在我們裡面 我們生命改變 那你要靠著神 才有這種生命 剛才說 我們人的生命 已經被污染了 我們是活不到這個標準 我們已經被感染了 所以要換過來 另一個生命進去 有一個抗體的 他可以在這個大氣候裡面 在這個病房裡面 他可以有抗體 他如果靠著這個抗體 他就可以繼續 不同的生活 可以幫助 直到有一天 整間房滿了 即是所謂新天新地 耶穌再回來 那就不同了 那個轉換的過程 是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時候 耶穌是做法律工作 而我們其他基督徒 就是延續著他的工作 令到他世界 變得盡量淨化 直至耶穌下次再來 阿丹說 我們是在後代 我們的罪一直延續 罪性在我們裡面 現在耶穌基督徒來 救我們 死而復活 信耶穌的人 就變成新的生命 你會看到 有兩種生命 在這個世界 一個斜 一個精 這個精 所以真正的 不是這些人去改變什麼 是這些人 每一個人都能夠 認識神 認識耶穌 接受這個新的生命 而且跟著他的生活 跟著他的標準 他再帶來的影響力 這個世界就變了 因為你越來越多 這種生命 越來越多 又抗體人 而且他又真的 按著那個方式 標準去做 按著神的標準 這樣做 你有支抗體的針 你不打也是沒用的 你打了 你也跟著他做 你不可以吃這些東西 你也要跟著他 要不然他會無效的 所以有一個熟靈的生命 我們應該跟著聖經的真理去做 跟著的原則 你不跟著也會出問題的 联敏的恩主 求你再寬恕 在我的心底深處 醉太多 我只想挺住 求你被捉摸 求被你觸摸 來以火洗我 來以火洗我 愿你可 收剪更多 使我自助折底悔过 谁令你受伤 拎穿两手 全是我的错 你蔓延盛修 凌欲下瓜无头 我再不被罪佔有 祈求余生 不把你由伤透 求被你捉摸 来以火洗我 愿你可收剪更多 使我自助折底悔过 谁令你受伤 拎穿两手 全是我的错 你蔓延盛修 凌欲下瓜无头 我再不被罪佔有 祈求余生 不把你由伤透 谁令你受伤 拎穿两手 全是我的错 你蔓延盛修 凌欲下瓜无头 我再不被罪佔有 祈求余生 祈求余生 不把你由伤透 祈求余生 不把你由伤透 祈求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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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传播有问题 讲讲关于罪的话题 都一定经常遇到一句 小孩子孩子 他都没罪 那怎样对应呢 实际上他真的没罪 他什么事都未懂得说 所以神是按着他的公义智慧 去审判人 按着他的罪行 按着他的言行 那个人说这句背后的意义 可能就是想挑你 你就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就立刻给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你世人没有罪 不是因为宝宝没有罪 罪的功架是死的 世人都犯了罪 更加未证明 这个说话是真的 哦 世人都犯了罪 是不是先 是的 罪的功架是死的 他是不是在咒座 不然他不用死的 那个宝宝怎样会死 他在罪的咒座里面 但是他 我刚才没说 他本身没有犯罪 是的 神按着他的 每一个人的 所作所言所行去审判 独立的 所以神才公正公平的 你不可以这样 一拆这样去审判的 神是这样去审判的 他有他的公义 他知道在处境里面 他还知道 因为你是我讲过给你听的 所以你是怎样 最佳一等 我明白这一点你解得通 但是我想说 在传分的时候 人们讲这些的时候 他不会吃坏的 实际上是不会的 那他想问什么呢 他纯粹可能是想证明 你说世人都有罪 那这个宝宝就没有罪了 只想证明这件事 是的 我都相信他没有罪了 他应该神审判他 我相信了 因为我不是神 但按着我所认识的圣经 神所说的 我相信他没有罪了 人都会死的 他都是个宙座底下 就是他的父母 他一会延续下去 他是人 他就要面对救赎 所以可以这样说 所有的人都需要救赎 那到最后一条问题 其实我想问在传分的场景 有没有必要令对方知罪 或者引起一些关于自己罪的犯思 知罪是要的 如果他不知道有罪 他就不需要救助 譬如他说 你要一个人去看医生 你就需要知道有病 有些人不肯去看医生 是怎样的 你应该去看医生 你这样的精神状况不行 你经常想起这些负面的 可能是抑鬱 可能他精神有些错乱 很多时候当事人都不觉得 他不肯去 而你知不需要他知道 要他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不会愿意去求疹 所以他要知道有罪 但你要知道有罪 那你是怎样说给他听 就是刚刚节目开始 就所说到的一些要点 是的 还有他要知道罪的严重性 有多大 那你就要讲清楚 他知道原来有 原来很严重的 就是说你不要看 你好像脚 你不要看现在有点烂 你不处理这个伤口 会感染的 因为如果再有病毒 或者小吃肉菌就惨了 脚都挂了 你告诉他 罪的严重性 有些人觉得没什么所谓 他知道了 那好了 他又知道有了 好了 在这个底下里面 你还没可以 跟他讲 关于信仰 耶稣怎样解决 是不是 但有些人 他不是很认知的 就是他 就像茶餐厅那位女士 对了 对罪 有些人他信主 他不是跟你讨论这么多罪 其实觉得 圣耶稣很好 圣耶稣真的可以解决 可以将来有永恒的盼望 生命会改变 他就会信的了 其实对他来说 罪不是很 他就没处理过了 不是 你都告诉他 你带他 认识神的时候 你都会祈祷认罪的 但他 他罪这个 可能不是那么敏感 他不是那么 他都觉得自己有罪 用什么 说这么多 一个跟生人士 我要祝福他 服侍他 他们知道自己有错 我进去监里面 他跟他谈 他不用说这件事了 你说怎样 圣过 耶稣怎样 帮助我们 找一些过来人的 跟他说 跟生人士 他进去 跟他说 我以前是怎样的 我以前犯过法 错过监 我现在怎样的 进去 跟他帮他们 他们就会改变 就是说有些人 他不是一定要太过 我听说 他都要知道的 但他知道 那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强调 有些人他都不理你 总之说我有病 好 有什么病 我去看什么医生 这么好 这个医生就看到 那么好 需要什么钱 不用钱 那么好 我看 有些人就是这样 他要不要知道 当然要知道 但是他知道 他如果又愿意 他都不理你这么多 总之 是有罪 那不好 有病毒 我不想有病毒 那么怎么样 这个清新机可以搞定 那么好 他就买了 他就买了 他其实是处理 他说有些人买空性清新机 他不会跟你处理 这些病毒有多少 有多少毒 那么去研究那么多 他听不明白 是他不需要 其实他知道 我原来不好的 原来这个就好 是不是 好 所以很多人都很单纯 是这样的 他就接受了 好 就这个话题了 麻烦巨星为我们讨告 好 真爱天父 我们一路谈的时候 我们真是多谢你 你是爱我们的神 是你光照我们 你帮助我们 有时我们真是不知罪 有时我们真是觉得自己 不在罪恶里面 我们见到你 我们就懂得投靠你 以至你爱过一个 荣神一人的生命 圆主赐福 叫我们每一个 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 恩着耶稣的爱 救赎 我们能够 继续为主 作见证 圆主的施恩 带领我们 祈祷奉耶稣的名字 如果你们对于全福音 相关话题有疑问 尤其是关于家人信主的问题 欢迎你add我Facebook和IG 留言给我 我一定会亲自福你 也欢迎你addshowradio 和showpodcast 鑽牛角尖的故事这个频道 来接收最新的资讯 祝福你成为得人渔夫 下个星期见 Bye 幻灭组人生在腐后 迷雾里谁知却光 牵引我 何为爱哪已寻觅 心里灵符干代世去 在世组里人生谁者靠耳 他定人高深爱万国万民 踩起你有各种说述爱 何大 请松开山手拥抱 旁边每个人 要何爱人 述雪奇妙救人 传人为你 上帝福音宣讲引你 快在这光大和彩 思终切默无忌 未准备攀墓何在 独留人海等待悲哀 在暗淡里 让他找到处国 传人为你 上帝福音宣讲引你 向微信亲属全日宣讲 切默无忌 和畅大属头仓家 微信的他主定看顾 让爱遍门 全方又靠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